哈囉,大家好,我是Trist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2022年虎航空服員的面試出事 那這是大家就是期待很久的空服員面試 就是自從疫情以來這樣子 這一次的話 他的招募時間是2022年的4月25到5月8號 就是讓大家可以做投履歷的動作 之後表定的話是5月21跟22進行出事 就是面試出事這樣子 那這一次是在21日就是禮拜六舉辦 他就定兩天但事實上他就是 最後他是安排在21號這樣子 之後復試的話是5月28號跟29號去舉行 但是好像也是就是安排在28號這樣子 他只是表定兩天但他就是會選擇在其中一天 預計2022年下半年分批報告 之後訓練 這是他的那個招募的時間軸 之後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在5月8號投履歷 就是最後一天 事實上我就前幾天就已經開始在安排這個 這個要投履歷的動作 之後每天下班 因為我本身有在工作 下班就是開始在整理一些履歷 因為之前可能就是 雖然說沒有真的去報考過 因為我算是一個空服員考試的菜鳥 因為當我準備好想要投履歷的時候 就是已經遇到了疫情 那就沒有任何 就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機會了 所以就東西都放著 放著之後等待等待等待 之後很開心這一次虎航可以展開招募 對 那我自在參加不在得名啊 就是因為本身就是有在工作這樣子 當做一個興趣 如果可以考上當然就去啊 可是我也知道這一條路是一個很優秀的女孩子 才可以走上的 所以我就是以這個為目標 但是我並沒有說得失心很重 之後 但我很努力喔 我是在5月8號投履歷的 之後5月13號被移讀 所以以這個時間軸去推的話 就是基本上你會大概有 有一個禮拜可以做準備 就是當你收到面試通知信 那你會有一個禮拜可以做準備 之後5月21號就是要面試了 就是到那個現場去面試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跟大家分享 錄取人數 我抓的是一個比較粗略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他履歷審查的話是3000人 就是3000人去投 之後來去統計 就是履歷有3000人去投 之後他們會取1000位進行面試的出事 之後呢出事的話會有1000人嘛 因為3000人取1000人 之後呢再由3000人取1000人進入到出事 之後呢出事的話是1000人取300人進入到出事 之後最終再由300人取100人之後成為虎航的空服員 對 都是提煉再提煉 真的很厲害 對 提煉再提煉 濃縮再濃縮 都是那種人中龍鳳啦 才能進入到這個航空業 對 再來是報考資格 報考資格我放在這裡囉 對大家可以看 但是我覺得比較重點的部分是說 大專以上 大專以上 含大專 就可以去做考試的動作 因為以現在台灣空服員的部分 因為我本身沒有那個能力去準備國外的 我本身英文程度比較沒有那麼的頂尖 所以我準備的都是國內的這樣 所以我會比較注意國內的就是 就是考試的招募 重點就是大專 含大專以上畢業 就可以去報考 因為像比如說 星宇啊 華航啊 絕大部分的航空公司 他們要的都是大學以上 包含大學 都大學以上的學歷 才能去做報考 那目前在台灣的話就是 長榮還有虎航的部分 還有麗榮 他們可以接受就是專科學歷 所以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覺得學歷不是問題啊 只是說可能台灣的 大家會覺得你的最低學歷 就應該是要大學這樣子 就是做一個初步的篩選這樣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就是只有專科學歷 但是你也是想要可以成為一個 空服人員的話 那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华 呃不是華航 長榮 麗榮 還有虎航的招募 對 然後多益的話是 我看一下虎航的話 他多益的話是550分以上 就可以報考喔 對 因為我覺得會有很多人會詢問說 蛤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是 多益成績很低啊 那我就沒有機會 就是沒有機會可以去參與這樣的考試 事實上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留言 對 因為我自己就打破了 因為我實際上多益成績沒有很高喔 我只有630分 對 630分 但我覺得你的口說能力那些要更好 因為事實上分數只是一個門檻 他就把 他覺得 可能覺得說 欸你至少要550以上 這樣 不然就是可能有些人英文也很爛啊 都跑來報考 這樣 我覺得也會浪費他們很多時間 所以他們就設了一個門檻 但真的要跟大家講 我是以身去親自去做一個試驗 因為我那我就覺得說 天啊我多益好爛喔 這只有630 而且我就虎航的競爭也是蠻激烈的 因為 也不是說虎航啦 就是基本上航空業的競爭都很激烈 他們可以輕而易舉 就說 我就是要800的 我就是要 英文程度很好的啊 就 他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把你刷掉這樣子 但是 因為我只有630 我個人就蠻低的 哈哈哈哈 對 但是我居然 居然可以 收到面試信欸 所以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樣 要有信心 就是 至少你可以 有這個機會取得面試的門票 所以不用擔心 把口說練好 對 之後你就會有機會可以拿到面試的門票喔 對 所以他的多益成績就是 五百五以上就可以報考了 嗯 所以 加油 把口說練好 分數不是問題 嗯 好 之後 報名流程他是使用 YES123 就是 呃 像我記得之前 麗龍和長龍他們是用他們自己公司的 就是 履歷 就是你要進入他們的官網 之後到他們的面試 就是那個什麼 求職的這個區塊 之後你就可以去投履歷 是用他們的公司系統 可是像 浦航的話 他是用YES123 去做投職履歷的這個部分 那事實上我在履歷這個部分的話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的履歷寫法呢 我是 我是中文 我先把中文的履歷寫好以後 再把它翻成英文 但我覺得好像也沒有辦法直接這樣翻耶 所以就 中間你會當然做一些 字詞上面的調整 就是字句上面的調整 之後把它變成英文聽起來很順的 的這樣方式 但主軸我是以中文的方式去做轉換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我寫完以後 我請我姊姊也幫我看過 因為我姊姊她本身 就是 英文很好 她就是一個英文考試機器 就是 她是一個英文很好的人 因為她是本科啦 她主要是讀 就是讀 應用外語這個部分的 就是外語的 所以她是 就英文很強這樣 但 但我覺得每個人寫履歷 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 就是 我沒有假手我姊姊說 欸 姊姊你幫我寫一份吧 對 因為畢竟我姊她這樣是之前 前 學姊 就是她 她之前是 長榮的空服員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有 有些人會覺得 喔 你姊姊是空服員 你就請她幫你寫啊 但我覺得每個人的履歷 要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呢 我就寫完 之後呢 請我姊去幫我把 比如說錯誤的文法 去做修正 所以 主軸還是我自己的 對 這我都覺得 不是說我看不起我自己 我覺得我寫的蠻爛的 就是 平鋪直樹 對 但你要把你自己的特色 寫出來 對 那我覺得考 呃 或許面 就是在看這些 呃 求職信件的人呢 她會 可以盡可能去看到你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 實際上大家應該都 就是考空服員的人 應該都會 上網去爬文啊 就是各種 我都爬超多文的耶 包括低卡啊 各種文 去爬 我就有看到他們 就是有人分享說 到底那些人是怎麼被篩選 進入可以面試的這群人 到底 因為畢竟這就是一個 你還沒有看到的過程 你說好 你已經去面試了 考官看到你了 或許他覺得你很活潑 你很風趣 或者是你的語言能力很好 公司要你 但是我現在就是一封求職信耶 所以大頭照拍得特別漂亮嗎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會有很多 這方面的疑惑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看那個很有趣 他說 是用機器去做篩選 所以你的關鍵字很重要 我也是懵了 所以關鍵字是什麼 活潑、漂亮、可愛 語言能力很強 我那我真的抓不到重點 所以我就想算了 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吧 就是把我的個人特色展現出來 對 就是我會什麼 之後呢 比如說像 我講的方式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平常 我很喜歡跟人家相處 還有就是 我是 目前從事 醫療服務業的 那我會 我會很常去跟人 人群 人群做接觸這樣子 對 我大概是往這方向講 因為 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啊 對 所以我是用這方式去寫履歷 但是 如果你硬要講 所以你的文角華麗嗎 就是用詞很強嗎 沒有 就是一個 我覺得很 就是很一般吧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也沒有寫得很好 對 但是就是要把特色 特色 特色 寫出來 之後就是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 YES123 對我來講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 它的項目很自私化 就是你有寫過的你就知道 我覺得很自私化 就是 它還會有Sample 比如說 一些Sample說 那你要怎麼寫 就是教你這樣 但是我覺得 它是特色吧 對 它叫我用條列的 我就會條列 加敘述 就那時候想說 我也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我相信每個人寫法都不一樣 之後 有可能 就是 像錄取的人 他們有些人可能用條列 可能用敘述 有些人條列加敘述 我覺得 各種方式 但是就是 廢話不要太多 之後吧 你覺得 你想要展現 讓別人知道的 就有點像是一個廣告單吧 就是 你的履歷出去 就是一份 一份廣告單 你要讓人家怎麼有辦法再說我這麼多廣告單 就看到你說 欸 這個好像可以耶 那這個我要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比較特別 就 如果跟別人都一樣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 呵呵呵 我覺得我跟別人不一樣 應該就是 因為 英文特別爛 呵呵 嘿好 再來 呃 就是 用Yes123去做 報名 之後 我覺得裡頭特別 讓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 它有一個東西叫推薦信 當你把所有履歷都寫完之後 它會有一個推薦信 推薦信的部分 不是 我覺得它不是特別 我們要別人寫 是說 你要怎麼讓 就是等於說 它在點到你履歷的第一 點進來第一份 一個東西 就是看那個推薦信 那我覺得很重要 你要怎麼讓人家感覺說 哇 我好想要就是 繼續看這個人的履歷 我那時候就是把那個推薦信的那個內容寫的 就是 我在 我是怎麼看到 就是 我看到虎航在招募嘛 那我就是 呃 就是如何 滿腔熱血的 想成為一個 航空業的人 對 因為虎航講的不就是你要火鍋嗎 對 所以我想 我如何想要 如何想要讓 大家在 就是希望能加入 航空的行列啊 讓 讓大家都能在空中 能 就是能 舒適啊 又什麼的 加入這個大家庭 對 就是寫的比較活潑一點 他字數沒有很多 那他就寫說 你推薦信 要不要寫都可以 但我有寫 我想說 他只要 他只要有任何地方 可以讓我展現我自己 我就盡可能的去 表 答 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那個推薦信我就是 他內容不用很多 就是幾行字 但我寫得很熱情 我想加入航空業 滿腔熱血 但我本來也是這樣 就我 我很嚮往天空 我很嚮往天空 我很嚮往旅行 對 那我只把 把我的情感 用文字 展現在 那個框框裡面 讓 看履歷的人 不管他是機器 還是真實的一個人類 我就讓他可以感受到 我如何想要 衝進去這樣子 對 之後 大頭照的部分 大頭照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大頭照呢 我是 非常趕的 就是趕著去拍 這個有一個小故事 呃 因為我本身有在 就有在做那個牙齒矯正 對 我現在是帶影視眉啊 但因為要拍影片 我把它拿掉 那我 我原本是帶帶萌 就是 舊式的那種 就是大鋼牙在做矯正 可能因為後來矯正後面後期 有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改成 使用影視眉 對 那事實上我很早以前 我就想要拍一個 韓式的政見照 可是 那時候都一直都戴著牙套 之後我就覺得說 因為韓式政見照 如果我拍過的人都知道 一份就是 它含 含 化妝 就是含 衣服 還有化妝的部分 就頭髮會稍微幫你弄 那這樣的話 大概都是一千塊的 以上的價格 對 我戴牙套愁死了 怎麼可能就是去拍這樣 所以後來我的牙套 就是改用影視眉之後 我就一直有這打算 可是我就一直拖 一直拖 一直拖 我早就已經有這打算了 可是我就一直拖拖到 後來我都已經要去 就是要丟這個履歷的時候 我才去拍 啊它那個東西 呃 語言 很敢 非常敢 對 所以 就建議大家如果 要考試就早點去拍吧 可是我覺得也是碰到 碰到就是疫情 就讓 讓整個人都有點消沉下來 就是 你原本都計劃好 動動動的事 之後就 因為疫情就 都還下來 所以我就一直拖 那我這一次的話 是到 Holo 這是哪一家 Holo Base 我也不知道它怎麼念 反正就是一家很可愛的店 那 我是在中友的 它的那個 中友它有一個櫃 對 就百貨公司的櫃去拍的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包裝也是很有質感啦 對 我是到那邊去拍的 那 反正就 因為我本身不會化妝 對 有沒有很荒謬 很荒謬齁 我不會化妝 對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女孩子 她不會化妝 那 因為我姐也會化妝 所以我以前 以前我都靠我姐 對 姐姐幫我化喔 不會參加婚禮當伴娘 快來救我這樣子 對 但這次我就想說 不行 我要靠自己去完成一個 夢想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那次去拍 就是很有質感 它還附一個名片 對 這是當作送給自己的一個禮物 就算我不去考試 我也會拍啦 其實 對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選擇的 就是 拍攝的款式嗎 這應該不能算是款式吧 就是 關於衣服的搭配什麼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拍得還不錯喔 有沒有 還行 這個老王賣瓜 自賣自誇 自己在講的 我覺得拍得還不錯 對 我看的是很滿意啦 對 現在看還是很滿意 它會幫你修 那修圖的部分 我覺得它也不會修得很 修得很 很假 它不會說修到你 都不像本人 可是我一定要誇一個點 是 事實上像我 我這次選擇是 把頭髮放下來 它會問你說 你要綁起來是放下來 就是各種造型 但我就遇到一個問題是 那個頭髮當你放下來的時候啊 你很難左右一樣 所以我這張照片的話 左右的部分是 是它幫我修圖 就有可能 你頭髮放下來 這邊比較直 這邊比較 比較往外一點 事實上 你在動態的圖片 動態的照片 這些東西都會看得非常明顯 就是 不是動態 靜態的 一個東西放在那邊看 你會覺得 真的是好像不太OK 但如果你是一個動態的人 左右不一樣也還好 可是在照片就會被看得比較細 所以頭髮的部分 我覺得這很重要 它幫我修就是 兩邊看起來是 比較順的 而且是 對稱的 再來是 大部分的人呢 頭髮放下來的時候 不會是完美的 像一個很美的圓弧形 但是你們看我的照片喔 它幫我把 因為有眩嘛 人都有眩 啊你又有分嘛 所以上面應該會有一個這樣子 一點點一個 凹陷下去的一個 頭頂的這個部分 它就幫我把它修 修的就是頭髮很順 對但是我 那是我的頭髮 那是真的喔 我覺得真的蠻漂亮的這樣子 我看來修了什麼 我幫你們看一下 好像就這樣而已耶 這樣也沒有修 啊對還有牙套臉 因為我已經戴牙套 事實上已經戴了 在拍這個照片之前 戴傳統 傳統牙套已經戴了 但已經兩年了 所以我牙套臉 就是旁邊會比較凹 那它就把我打碰魄一點 事實上我現在動態的樣子 你們應該看不太出來說 我哪裡有牙套臉 有來一點 可是拍照出來就很明顯 就是臉頰會比較消瘦 看你命比較苦 它就有去做修飾的動作 其他好像就 在膚色稍微做一點修改 就還好 但我這照片 照片是沒有戴耳環的 並不是我不戴 是因為 那時候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實際上同時我要拍護照 所以我拍了兩組 一組是沒有露齒的 一組要露齒的 但我覺得 我活潑 所以我就露齒了 我就說 為了 就當作是送自己的禮物啦 就是多花一千塊 就是 就是 為了如果要考多益 我還是用 因為我每年都會考多益 就是 不好意思 考多益是我的興趣 去灑錢 我每年都會考一次多益 之後 考多益我希望我也可以有一個 漂亮的大頭照 所以 我就直接就拍了兩組 一組是 就是護照用的 不露齒的 那另外一組 就是你們看到 現在這一組就是 有露齒的 對 但是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在過程當中 讓你就是說 我現在要戴耳環 我要拿掉 它就是你一個 一組 你一個樣貌 它就是 髮裝好 讓你進去拍 露齒或不露齒 所以 我沒有辦法在過程當中 再加戴耳環 這樣 所以我的照片沒有耳環 但並不是我故意要考試不戴 是因為 我當時拍照就這樣子 對 那拍出來覺得 好像也蠻 蠻清爽的 所以 我就覺得 OK OK 對 後來我是用 就是用這一組照片 就是去做 投履歷的動作 那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真的要拍那個韓 韓戲的 對 因為可能 就沒有到真的很美 我覺得 看到照片就 哇 很滿意 就多花這一千塊 是 OK的 我當作一個紀念吧 我覺得當作 是一個紀念之後 或許 未來 未來就是 也沒有機會再去考空服員 因為我覺得 人生有很多規劃 那就像我這次拍這一部片子 我覺得 我覺得蠻好笑 我媽都說 嗯 你好意思喔 因為真的直接 直接就是破梗了 實際上 最後我並沒有錄取 就我沒有成為一名真正的 虎航空服員 但是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紀念 因為畢竟我身邊的人 事實上 應該沒有人去考 就是 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 沒有人真正去做這件事情 或許他們有興趣 他們想 夢想成為一名 可以天天坐飛機的空服員 但他們沒有真正去做 但是 我去做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值得把它紀念下來 即使我未來並不是 真的走上了這條 我不會覺得遺憾 會覺得說 我曾經參與過這一個活動 對 我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這次還會拍影片 把它紀錄下來 因為 就有 我媽媽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考上 你拍什麼影片啊 就是你根本就沒有考上 你不是好好分享的 笑死這樣 但我覺得我可以分享 就前面我準備的部分 而且我是 超落底 我是一個不會化妝的女生 之後我說 我要去考空服員 而且我也不會穿高跟鞋 好笑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蠻值得紀念的 就把它紀錄下來 那也分享給 如果未來 你有需要去考試的人 那你就可以看我的影片 就說那大概怎麼準備 這我以後 等一下 這個我現在是上 這是第一部影片 就是上集 那我之後 因為我實在太長 我廢話太多了 我還會有一部影片 是講整個考試流程 包括地點啊 還有整個過程 對 就跟大家做分享 不嘗試 完全不嘗試 好 那照片的部分講完了 超滿意 就是也是推薦大家 可以去拍一個韓 韓式的政見照 嗯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好 再來的話 面試需要準備的文件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需要準備的文件 它的話會寄信給你 那所有的就是資料都附在裡面 我所謂的資料 是有些必須要手填的資料 還有你要準備什麼 還有你要去哪裡 就是你是哪一 就是你是哪一梯報到啊 之後你是幾點要到 什麼的 它都會就是寄到你的信箱 直接給你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要準備哪些就是文件的部分 我覺得跟之前的應該不太一樣喔 因為這次有疫情 疫情它如何 而且五月你們看五月那時候 疫情事實上都還是很很高峰喔 很高峰 那它要怎麼去確保 也不是高峰啦 不過這樣要跟高峰比也沒那麼高峰 可是它如何去確保說你看 就是這麼大群人去做群聚嗎 就是聚在一起的動作 好 要準備的文件包含就是 2022台灣虎航客艙主員的出事甄選通知函 這個超多人問的 這是什麼 它沒有這個文件真實的給你 就是通知你 後來就是大家都說就是列印 你把那個 你把你的那個 它寄給你的信件的那一個 有你的名字的那一個畫面把它截圖 把它截圖 列印下來 對我們那時候是這樣做的 之後 再來是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告知義務內容及同意書 這個會附在裡面啊 就是都有附在裡面 它會夾帶給你 印考台灣虎航客艙主員防疫切結書 再來是快篩陰性證明或核酸檢測PCR陰性證明 好 這個超特別的喔 我相信之前人絕對沒有遇過 它這個的話就是在你前一天 它有規定時間 我的圖放在這裡好了 就是讓大家看圖比較直接 它就是你前一天就是快篩有沒有 事實上我第一次快篩就是獻給了台灣虎航 好可怕 好第一次戳自己的鼻子 它就是你快篩的那個 那個有 那叫什麼東西 就是有兩條 有線不是兩條線 就有線的那一份 兩條線就完了 有線的那一份 你要放著之後還有你的 要有一個可以證明時間日期的東西 但你會說 那我乾脆就改時間啊 就是 就比如說我現在都還很久以前 我就驗或幹嘛的 這些都看你自己的道德啦 對就是 如果你知道做壞事那 官方也沒有辦法對你做什麼啊 對啊 這真的完全看自己的道德 之後呢你就把 你 塞完的那個 東西 刺片 那個刺片 放在旁邊 之後還有你的 身分證 證本 那也沒有必要放影印本啊 因為它就是一張照片 之後還有你的 可以證明時間的 那它都有給我們樣本 它會給我們樣本看 對反正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之後 你就把它 拍照放在手機裡面 那你會說放在手機要幹嘛 對 就是你要入場的時候 要給 給那個 入場 要檢查你一些證件的那個人員看 對就是給他看過就行 所以你拍了放在你手機裡面 之後到時候給那個人員看 對 之後再來是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或健保卡 或駕照 證本 反正就是你要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 之後男生的話要有什麼退伍令啊 或什麼免疫證明啊 之類的 再來就是你的履歷 YES123的 紙本履歷 一份 履歷要有大頭照喔 那 你會想說 那我要印 那時候就有很多人在想 我要彩色黑白 彩色黑白 這錢就花下去了啦 像我就是去那個 Seven的iPhone啊 印那個 全彩的 非常漂亮 對 直接印給他 彩色的 對 要有大頭照喔 之後再來是 最高學歷的 畢業證書 如果你是印界的話 你要提供你的 成績單 之後還有英語 能力檢定的成績證本 就是多益啦 像我就帶多益啊 就把我 很好笑 六百三代去 之後呢 再來是 個人生活照 他這邊都會寫說 如果你有 那當你有你就要提供啊 對 四乘六的 生活照一張 再來是 如果你有日 日韓語的能力 的話 你就是 帶你的那個 證明 就是如果你有去考 你就帶你的成績單去這樣子 那這我沒有 我英文都學不好 哈哈 加油 對 就是 如果你有的話 但你要想喔 當你提供這些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有 有辦法就是走到 富士 那你就有辦法 講得出來 不是說我拿給你看 那我不會講 對 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力你提供 人家會要求你要展現你的能力 展現你的才華的時候 你要講得出來 對 然後再來是 就是 這邊我以上講的是 面試需要準備文件 這些東西都是 官方它會 就是你 你面試 面試通知信 它裡頭會包含的東西 之後你就一個一個準備 所以這樣也還好 對 之後再來是 準備過程 我的準備過程 對 我的準備過程 因為我本身的話 什麼東西都沒有啦 包括化妝品這些我都沒有 對 呵呵 七天 那很慶幸 就是很慶幸的是 我剛好就是 在這幾天之內 我是 有兩天放假 就是我上班 因為我們上班 我們還是要 就是 我的工作性質是我 不是準時下班 所以我下班有可能要加班 那你要加班 那你就 歐油了 因為我們就是 早上八點上班 之後 正常來講是四點下班 可是 我的工作是 你可以加班到八點 就是你那天會上 十二小時的班 那你那天就歐油了啦 就是會 如果 而且我們就是在 生意很好的時候 是 之前啦 不是現在就是QOD加班 就每隔一天就加班 用一三五啊 二四六這樣加 那因為疫情 疫情來了以後 我們那邊就 人就是 客人 病人就比較少 所以 我們比較加班機率 不會那麼高 只是我很感恩的說 就那麼剛好耶 我這 我看啊 我十六號收到面試信 之後 一二三四五 之後二十一號要面試 一二三四五 這五天裡頭 我要變出面試的服裝 之後化妝品 高跟鞋 因為這些東西 我通通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想到 虎航會來得這麼突然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我要在這幾天之間 把東西準備好 那很很感恩的是 我中間有兩天放假的 所以我就利用這兩天去做準備 第一件事情呢 我準備的是高鐵票 還要跟大家講一個很 很特別的事情 我面試前一天上小夜 對 我前一天小夜 天啊 小夜班 超累 只是 你下了小夜 之後 唉 你不可能 就是 一回家立刻睡覺啊 那你還要吃飯刷牙 巴拉巴拉 弄一弄也不兩天多 我就隔天要趕快去趕高鐵 超累 我只記得我好累 呵呵呵呵 所以呢第一個是 高鐵票先買 但是因為我是下午場的啦 我是下午場的 所以那時候就 還蠻 蠻 就是我覺得很 就剛好就是卡 如果是早上場的 我跟你講我不用睡了 我直接衝了 對 我是下午場的 所以我 我就回家就趕快抓緊時間 就是睡覺啊 就吃飯睡覺 洗澡睡覺 然後就趕快給你起來 終於我不會化妝 我化妝大概要抓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吧 所以我又要提早起來化妝 高鐵票先準備 之後再來是硬飾服 基本上我這硬飾服啊 衣服的部分是我姊姊 我姊姊當初就是 烤長龍 她 就是 烤長龍 她這樣烤長龍前 有烤過其他小公司啊 那就是這一套 對 那比較特別的是 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會 會要求就是 穿裙裝 可是就是虎行就硬要人家 穿那個褲裝 所以我就去 買了褲子的部分 那褲子的話 我是去NAT買的西裝褲 對 就是選擇覺得適合你自己 那款式超多的 七分八分幾分的 什麼都有 對 那我那時候到現場的時候 我看到有些人真的是 穿比較短的 他 不過現在很流行耶 就是腳踝露出來的那一種 就是我在現場我有看到 都還有那種就是拖地的 穿高跟鞋 之後那個 褲腳把那個 高跟鞋的那個 跟都蓋住了 然後就哇 好特別喔 就 對 但我也沒有真的去 這是我第一次考空服 所以我就 大開眼界 就看 好多漂亮的女生 我在那邊 我就是都在看漂亮的女生 大家都好漂亮 這樣欣賞大家 之後 有些人穿高跟鞋 走路好漂亮喔 之後像我 我就沒有很會穿 所以我穿布膝鞋 我穿上班的布 就我上班 因為我每天上班 騎摩托車嘛 我都會穿最舒服的鞋子 我就保 就穿著 硬式服 就穿著一個 粉紅色的布膝鞋 就我平常上班 啪啦啪啦啪啦 之後 就到台北去了 對 然後到那邊 就是要考試前 我才 才換成高跟鞋這樣子 對 那我要表達的是說 那西裝褲要長什麼樣子 之後要怎麼樣 我只能跟你講 沒有定論耶 因為我就說我看到有人穿很長的 有人穿七分的 有人穿剛剛好的 那要怎麼樣 我覺得就看你自己吧 但是不要去衝撞體制就好 因為人家是要你穿褲子 你穿裙子 之類的 我覺得你只要符合規定 都是可以的 那你要怎麼展現自己 那是你自己的權利還有表達 所以我覺得那倒沒有很大的 嚴格的規定 對 之後 再來是 高跟鞋的部分 不知道怎麼準備的看我就對 我是叢林 叢林出發的 高跟鞋 因為我 我注重布老師去一中階買的 我是買這一雙 這一雙 我那時候也跑好幾家耶 因為現在好流行 怎麼細根啊 之後尖頭啊 亮面啊 現在人也是蠻可愛的 就是 很多漂亮的鞋子 但我就要這一種 我這一次走了幾家才看到 我是選擇 就是頭是圓的 因為我覺得 要參加面試不要那麼尖銳 因為畢竟他也沒有規定說 要哪一種面試鞋啊 他只有講說 要 要是這種 就是黑色的這種 高跟鞋吧 還是沒講 反正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說 要讓人家覺得不要太 太 奪人眼球 就是 我是選擇這種圓 看起來比較柔和的 頭是圓的這一種 對 之後根的話 我是買兩吋的 兩吋大概是五公分 我是買兩吋的根 你們這樣看起來 會覺得很矮很醜的 但穿起來超強耶 因為我是大腳丫 我本身大腳丫 這一雙穿起來 腳看起來 完全 不會大 感覺就是一個 腳很小的女生 就很秀氣 對 之後這個 這個面啊 他這個面不是 不是亮面 他是有點像皮革這一種的 對 那我是覺得蠻好穿的啦 那我本身也不會穿高跟鞋啊 就穿著週幾步路而已 對 就蠻好穿的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未來如果你們有要去面試 有些人會買那個蘭尼尾 就是買那種高級的 對 我那時候有想 但是我想 我這輩子大概就這一次 不要浪費錢啦 對 所以就是買了一雙這一種 這一雙好像三九九還是四九九 就好像也還好 不會特別貴啊 因為現在鞋的價格都這樣 如果你要去買真的好的高跟鞋 大概一兩千那一種都有 對 但我就不會不好穿 對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鞋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這是我的硬烤鞋 嗯 平常沒有在穿高跟鞋的 嗯 真的要練啊 但我住公寓啊 怎麼練 我吵到鄰居耶 我那時候練高跟鞋 因為我真的不會穿高跟鞋 我就穿著這個 跟我媽去公園散步 超突兀的 那就訓練 因為你看你剩幾天 一二三四五天嘛 那我還要上班 扣掉上班 那下班都累得要死了 所以我就挑個可能一兩天 之後跟我媽就是穿高跟鞋 去公園散步 腳也是會痛啦 就是穿不習慣 而且走路走到最後 都很難看 腳都開開 所以穿高跟鞋真的要練 OK 好 這是硬烤鞋的部分 之後再來 大家最care的部分 還有髮裝 髮裝的部分 先給大家看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要老實講 我考試我不是輸這樣子 就是 這個不是那種法式欸 就是 我雖然是一個 也雖然不是一個很專業的 硬考生啦 因為我平常都要上班 我就花很多時間上班上班上班 之後 準備英文準備英文 上班準備英文 我覺得我有點忽略到 就是 當有一天你忽然間要面對考試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所以這次讓我有點 措手不及 這個髮裝的部分 那髮裝的部分 事實上 頭髮的部分 我也是練了一陣子 但我這手 手很殘 我不太會綁頭髮 之後 這個是 我原本打算考試要綁的頭髮 他會看起來就是 人比較有精神 是比較推高的 那一般 一般來說 考空服員大家都會選擇用法式包頭 法式包頭就是 我形容的話 他有點像一個貝殼有沒有 就一個人 他一個貝殼頂在頭上 但整個很圓滿 很棒 拉得很美 整個線條很OK 但是我實在綁不出來 所以我也是想嘗試想練過 那這一種的話 是我姐姐教我的 我姐姐教我的綁法 那我也是練了很久 我還會綁這頭在家騎牙車耶 就是我想讓我自己去適應 所以我會綁著 就綁著那種空服員的頭 在家騎腳踏車 或坐家室 就是讓自己 第一個是你去綁 去適應手感 再來是你看你的 這顆頭可以撐多久 所以我會這樣子做 只是我考試的時候 我是用綁 我這個頭髮是往上塞 所以會看到有一個包包在上面 但是我那種考試的時候 可能就是也是緊張 就是考試前那是好累好緊張 所以我就 因為我姐姐現在沒有住在家裡 我就跟她視訊 我說你救我 我說怎麼辦 我明天已經要考試了 我現在頭髮我真的綁不出來 對那因為我姐又沒有辦法 我姐又沒有辦法陪我去台北考試 我們家的御用陪考員是我媽 就是我媽陪我姐考過超多空服 就是航空公司 就是我姐那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媽陪我姐考過 我看考過哪裡 遠航好像也考過 遠航 國泰 復興 還有 長榮 那最後就考上長榮 我姐考長榮是一次考上 因為她就那種乖乖牌有沒有 就那種看起來標準 哇就是長榮要的那種 乖女孩那種感覺 對我是應該出賣一下我姐啊 好我這邊放一張我姐那時候的 美美的照片 好這邊 出賣一下我姐 好這邊 就是我姐真的是一個 我姐那種就是大學的時候 是青山大使社 本身又是學語言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就是這塊料欸 而且還是我push我姐去考 我跟我姐說去去去去去考 因為我想那麼無聊 我姐很愛化妝很愛穿高跟鞋 之後因為她們有青山大使都這樣嘛 我們每天弄完她在學校之後 有時候我會去學校找她 這樣 啊她有學校有頒獎活動她也是這樣 就說 啊你都已經 你整個人都準備好了 你為什麼不考 啊你那麼無聊你就去考 之後後來就展開她空姐之路 好我覺得我姐的 考試的部分我們可以之後如果未來 有機會 請她來上我的節目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她就是一個空服員的料 我整老師跟大家這樣講 長榮就考上了 對就是ok好 之後再來的話 我剛剛講到哪 對頭髮部分 我就前一天我就 就是求救我姐 我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會 這太難了 我整個失敗這樣我綁不起來 那我很焦慮 因為髮髮對空服員考試來講很重要 因為她又不要什麼毛啊掉下來 那baby hair又不行啊 什麼東西都不行 那我根本不會綁啊 我能綁起來就已經很厲害了喔 之後我根本還綁不起來 尤其當我一緊張 就真的綁不起來 之後那時候我就問我姐 我姐就在鏡頭前面就忽然間 信手撈來 她就 不然我綁綁看好了 她說我跟她在視訊 她就把那個頭髮 那橡皮筋都拿掉 然後就隨手弄一下 她就綁了那個 往下塞的那種 那一招是她在長榮學會的 是她們在長榮的老師教她們的 對她就這樣 她就一下綁好了 她說你要不要綁綁看 不要往上 往下 哇我一綁 OK 不過也是很倉促 因為我來不及剪瀏海 隔天就要考試了 來不及剪瀏海 我就這樣我就去了 就是隔天我就真的 不是用這種綁法 我就用往下塞的那一種 之後 就 就是我這邊也會放照片給大家看 對就是這種 我現在這個是往上塞的 之後那種是往下塞的 之後我就隔天就這樣就去了 就前天趕快弄一弄之後 隔天就趕快就是綁一綁之後 就去考試這樣 那我不是 我不是 不是在家綁好 因為我住台中 所以我要到北部去考試 我是到那邊的廁所綁的 所以有沒有夠 夠緊張 很緊張 你頭髮都還沒綁 而且頭髮是你最不會的 之後你也沒有辦法先setting好 之後你是到現場 找一間廁所之後 很倉促的綁 對 那因為我媽是很強的陪考員 然後我媽都陪到不要陪了 所以我媽就超強 之後再來 對一個 為什麼說我媽超強 因為要講到這個 這個我覺得好難自己去 可能我也沒有很 就是我是一個很倉促的考生 我沒有辦法這樣自己弄 我就綁完了 我沒有辦法這樣弄 然後我媽就來來來 之後就 嘶 我這聲音有沒有模仿很像 嘶 嘶 之後幫我弄一弄 嘶 之後就好了 還好帶我媽去 所以這個的話 現在講到這個 髮妝 就是化妝品和頭髮部分 這要跟大家講要有這一罐 但這一罐也是 我姐傳承給我的 等一下當初就是 這也是用這一罐 很久以前 就是這一罐 那不是要你買這個牌子 所以你可以選擇適合你自己的 嘶 那空服人員還會準備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用噴的 這個是類似像 像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我當時去台北考試的時候 是帶我姐那罐 我姐那罐是綠 就我姐那一個盒子是綠綠的啦 那後來我自己又買了一個 對 它叫做什麼髮膏的樣子 就是 喔 定型髮膏球 定型髮膏球 反正就是髮膏 它打開長這樣 它是長這樣子的 對 它是這樣子的 之後打開 它就有點像口紅膠 就長這樣 那你會說要怎麼用 事實上網路上超多示範的 就是你先用這個噴完了對不對 反正有一個小東西掉下來了 就這樣有沒有 動作這樣 就是這樣把它弄了之後順一下 它就有點像那個口紅膠 把頭髮就是把它順好 這樣就是小毛毛就不會掉下來 就把它弄一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考試必備啦 就是如果你要準備考試這個東西 可以直接先埋起來 就是髮膏的部分 對 那頭髮我就是用這兩樣把它弄起來 蓋起來 好 對 所以這兩樣的話我覺得頭髮就是這兩樣 啊對還有一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花夾 花夾 我現在用在頭上啦 沒有辦法給你們看 它在我的頭髮後面 有沒有看到 欸不對我真的只夾了一個 我還有一個可以給大家看 花夾 空服員必備的花夾 在這裡 那什麼是花夾呢 就是當你把頭髮塞在 把頭髮藏在你的 把頭髮藏在頭髮裡面之後 它會有個洞 有個洞 你要用這個花夾把它夾起來 現在蝦皮賣超多的 我現在手上拿這個 超珍貴喔 是我姐的傳承 而且後來沒有飛了 之後 他就把他的一系列的東西有傳承給我 這樣 所以包括我在頭上夾的啊 和我現在手上拿這個小花夾 都是他那時候 在飛的時候用過 就是現在傳承給我的 對 它上面有花 那網路上現在有賣其他的 有什麼稠面啊 斷面啊 下面面 還有賣那種就是 像 蝴蝶姐 我這個是玫瑰花的 之後 這是有點沙的材質 之後他可能現在有賣那種就是 蝴蝶姐的 或其他的 對 跟大家做分享 它這樣用 它上就是塑膠夾 它上面會包一些東西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子使用 對 這也是就是 我覺得也是蠻必備的一個東西 但你不要用也行啊 因為我不會綁法式啊 然後法式他們也會夾 或是用另外一種的東西去用 但因為我都 我都是綁這一種 所以我就是準備這一種 對 跟大家做分享 我覺得這也是 如果你要考試也是 可以準備起來的東西 嗯 那 再來 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會問的 指甲油 因為你的整個妝容要完整啊 上要包掛很多東西 那我覺得化妝的部分 我就不要細講 因為 我也不會化 所以我也沒什麼好跟大家分享 但我現在分享的部分 是我覺得 好像我們可以特別去 注意或準備到的東西 是 對 這個 有人說可不可以束甲 像可以啊 可以束甲 但我指甲超醜的 我覺得 所以應該給它一點顏色 巧巧 給它一點顏色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指甲油的部分 其他的我就不講 因為我也沒有大家厲害 相信 看我影片的很多人 你們都比我會化妝啦 我根本就不會化 真的是 這個 我是買這個牌子的 買這個牌子的指甲油 如果有在玩指甲油了 應該知道 它有 出這一種的 你就說兩個哪裡不一樣 顏色 它不是一樣 沒有 它一個是可以濕的 一個是不能濕的 這是不能濕的 這是可以濕掉 就你去 你塗完以後啊 你用熱水 泡手指頭 可以濕 不可以濕 這兩種 事實上顏色是一樣的 好 那 為什麼要買兩罐 好 跟大家分享 這也是需要練習的 就是 正常人 誰會塗指甲油 大部分人都沒有辦法自己塗自己啊 我姐又不該加 很依賴我姐 這個塗一塗 失敗 歐漆 所以我那時候又沒有買那個卸甲的 真的很誇張 就是我塗到外面 就是 抠 開始抠 那你幹嘛不買可濕的 因為我 我本身工作上也沒有 沒有那麼 醫護人員不太適合 就是 做指甲 現在很多人做 但是我自己可能沒有那習慣 所以後來我就買了一個可濕的 可是可濕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很霧 如果你希望你的指甲就Bling Bling 就塗上顏色以後很亮 那你要用不可濕的 它會亮亮的 可是你要是用可濕式的指甲油 它就是霧霧的 那我就問你到底要擦還是不擦好 你擦了以後就是霧霧的啊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擦了看了以後也沒有特別好看這樣 可是因為我後來我真的是已經前驢技窮了 我實在沒有辦法 所以最後我還是選擇用可濕式的 啊可濕式的一個優點是 它沒有味道喔 可濕式的指甲油它上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它就是 就這樣 啊它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所以我後來去考試 我是用這一罐 就是有點淡淡的 霧蘭迪色嗎 就是淡淡的顏色 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考慮這個色號啦 那你問我這是什麼顏色 蠻有趣的 它說 胃防繁忙留白 蠻可愛的 它底部的字 看得到嗎 很可愛齁 為繁忙留白 但是它不是白的耶 它是很可愛的小小的粉紅色 OK 這是指甲油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選擇 那束甲也可以喔 我覺得束甲也不錯 對 但我有手指也是蠻抽的 OK 這個 這是指甲油的部分 再來是耳環 耳環的部分 我覺得最保險的就是珍珠耳環 然後用手照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我有帶去 但是後來就沒有用到 很可惜 但我覺得 你看這個耳環 也是很 就很大氣啊 但你們 我的意思不是說 你們要買這個牌子啦 是說 如果你想要選擇 你就可以去選擇 如果你喜歡這個牌子 你就可以購買 這樣子 那像 我還有另外一副是一中皆買的 就是 封甲 一中那種 小小的那種 也是可以 對 只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意義重大是 這是我姊姊送我的 裡頭有她的祝福站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禮物之後 也可以帶她去考試 對 我姊姊對我很好 好 再來 再來我看還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 再來還有 還有一個特別推薦 這個講完應該 上集就結束了 喔 真的畫很多 講到我口感了 這是眼線筆喔 為什麼 你會說 你剛剛不是說你不會化妝 在那邊亂推薦 不是 這是EJUHOUSE的眼線筆 我不會畫喔 這是我 這是我這次考空服員 是我這輩子 第一次畫 自己畫眼線的 因為 因為我本身是有一點點單眼皮的狀況 就很麻煩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畫眼線 我之前當伴娘是用貼的 嘿 那貼紙有沒有 我現在家裡都還有那個 眼線的那個貼紙這樣 之後 這我好朋友推薦了 給大家細看 AJUHOUSE的 我是用棕色的 這個很推薦大家購買 是因為它連你一個 就是完全不會化妝的人 都可以在短時間之內上手 那你說 所以畫出來很專業嗎 啊也沒有 只是你有辦法去完成 看起來 就是畫得還不錯這樣子 不是說 哇這個比買了以後 就哇畫起來像 多厲害沒有沒有 就是還是要看你的技術 但是 對於一個 不會化妝的素人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因為我居然畫出眼線了耶 我這輩子 我居然第一次畫眼線了 不是太多 第一次獻給台灣虎航了 哈哈哈哈 對 推薦大家購買喔 AJUHOUSE的那個眼線 眼線筆 而且更幸運的是 我那一天 時間已經很近了 就是一塊有考試 我去購買 這最後一隻耶 黑色還很多 但是我真的棕色 因為棕色如果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的 不是說明顯 就是不會那麼的 說突兀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在妝容上看起來 可能會比較自然 所以我朋友就建議 我購買就是棕色的 最後一隻 賣得超好 我差一點都沒有的用了 所以這個推薦大家 就是雖然說 我說我不會化妝 但是這個好東西 就推薦給大家這樣子 就算你不是要考空服 你平常也可以用啊 就這樣畫一撇 就可以出門逛街 是美美的 而且它重點是很自然 它這個畫起來真的蠻自然 顏色啊 而且質地也很OK 對 所以推薦這個給大家 對 再來的話 是有些人會建議說 要不要用什麼體香劑什麼的 我個人是覺得說不太需要 就是 除非你很臭 但一般人不會很臭吧 就是你除非你的體味很重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應該都還好 對 那你說 那我去烤麵是 我沒有用什麼用 我還是有噴一點香水 但你的香水是給別人聞的嗎 不是 我噴香水是給自己聞的 因為我覺得香水會讓我很有自信 所以你的自信心會比較好一點 那你聞到的時候會覺得 對我現在抬頭挺胸 我很緊張 但我抬頭挺胸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的部分我是有噴香水 但是我不是說噴到很濃啊 旁邊有人經過都聞到 不是我就是 但是噴在我覺得我自己聞的好地方 噴給自己聞的 那我香水的話我是用 JOMALON的 這是我之前去英國的那個 那個 HITROS機場帶回來的 對 這是在英國買就比較便宜 所以我是從英國帶的 建議大家可以使用這個喔 這個很持香 我覺得JOMALON真的超強 就是它很持香 它的香味很持久 它就是你噴了喔 你噴了對不對 你到了隔天 你衣服上就還是這個味道 可是像我使用其他牌子香水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那麼持久 對 而且JOMALON它香水的 味道的選擇也很多 所以我那時候使用這一罐 對 嘿給自己聞的 不是給人家聞 自己聞的 我覺得還不錯這樣 就推薦給大家 之後再來的話 準備過程的話大概是這樣 對 但我覺得最重要 你說這麼多東西 最重要的是什麼 嗯 高鐵票 因為你沒有高鐵票 你哪兒都去不了啊 高鐵票 對 搶票 搶票 那個超怕搶不到 對 還好搶到 之後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準備過程最重要的就是高鐵票 因為你沒有它 你就不用考試了 雖然說 用跑的也會到 但這不可能了 所以一定要先把交通工具 準備好 所以還有 心情和心態很重要 這樣子 好 這個部分是上集的部分 就是上集的部分 我就分享到準備過程 因為我真的是很愛分享的東西 所以我發現 這樣講一講 時間就過了 對 所以上集的分享 我們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下集 下集待續 拜拜 拜拜